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跟江泽民一定会干上 其他的团派基本没有什么戏了 就完了 改革派其实在温家宝遭到纽约时报的攻击之后 应该说这是滑铁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而这一场滑铁炉造成的原因 实际是曾庆红和江家邦下的手 这就是形成的场面 那到了习近平那儿呢 屎盆子被扣在习近平脑子上了 习近平只能顶着走 但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将如何能够把这屎盆子给端起来 别让他扑得满身都是 这是个问题 可是当他试图去端的时候 屎盆子就往身上溅 因为他会自然的跟利益集团发生冲突 那谁是利益集团呢 在十八大整个人事安排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人 江泽民和李鹏 这么看到 特别是江泽民 昨天 前天 就在圣诞节这一两天 我们看到了江泽民直接破规矩 这就是我们说的 江泽民直接破规矩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 他跟习近平 他看不起习近平 不光我这么说 苹果日报也这么说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讲了 八九六四以来最惨烈的权斗 江家帮顶峰作案 中共高层这一次为十八大人事布局展开的权斗 应该是八九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 新领导人上台之后 在出巡安排 汇丰 文丰等形式上做出了改变 以博取民众的好感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江泽民在此时却大出风头 不时为诗 为诗集作序 为话策提词 为大乔提词 还举行了一个三高演唱会 在三高演唱会上 我跟大家分析过 包括韩正 包括外交部长都出席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是战队 三高的演唱会是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 国家大剧院是江泽民给国母做的 那他在那举行 就类似江家帮的庆功会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而今天现任的高官也敢去的话 我们就看出来这是排派对 这种排派对的做法等于直接跟习近平叫板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习近平十八大之后提出了政治局约法三章 在军队提出了十条规矩 颇受好感 但相反 江泽民近日却频频提词 继继续着老人干政的做法 甚至顶峰作案 违背中央有关不许提词 不许提字的规定 不提词 不提字的规定 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首先提出来的 那江泽民很高调的破习近平的规矩 文章紧接着讲说 面对现在官场的场面 习近平提出了诸此如多的这种规矩 在民间当中确实引起好感 但如何能够执行呢 他说 文章里讲说 落实又谈何容易呢 要坚持就更难了 中共官场奢侈作风不只是历史问题 更是制度问题 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主选举 而是高层指派 迎来送往 大洒工壁 下基层作骚 动辄封路 那民间怨声载道 这是我觉得这是就非常明确的 而这些做法呢 却形成了利益集团 真正的利益集团 现实的真正的利益集团 实际是江泽民 江家邦 这样六四之后主政获得利益的人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面 所形成的丰派 而作为江家邦来讲呢 他为什么一直如此的干政呢 他基础是在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 李鹏跟江家邦 跟江泽民在十八大兴风作浪 拼了老命去保住自己的势力 正是基于李鹏是直接被海外直接斥为六四的屠杀者 而江泽民呢 又是十年之后99年对法轮功直接迫害的主使者 两个人都知道自己干了最邪恶的事情 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杀人者 元凶 所以要拼着命着保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而习近平的软肋就在于 当他试图保持共产党本身的时候 这就是他的软肋 所以这就是我曾经说过 其实呢 现在的场面呢 如果我是习近平呢 可能逼的呢 就会像当初这个最一开始四人帮的时候 但是在毛泽东死了之后 对四人帮没办法的时候干了什么事呢 在叶剑英的主持下 实际就是宫廷政变 汪东兴调动了北京卫户区 把这些人抓了 他就只能这么干了 他不这么干 就是现金的场面 那反过来说呢 习近平怎么干呢 习近平自个儿就在想 他现在就很难办 文章紧接着讲说 江泽民是卸任领导人 是否要遵守政治局的约法八章 另当别论 但还要拉上现任政治局的委员 刘延东 刘其宝为一本诗集撑场 不能不说 故意坏了习近平的规矩 更为甚者 江泽民李鹏 极力在省市官员异动中 发挥余力 强行把中共党内选举落选 甚至排名倒数第一的亲信 儿子 推上省长市长的位置 这里提到的省长就是李小鹏 市长就是杨雄 上海市的市长 这是杨雄的 曾经是江泽民的儿子的公司的总经理 他说这样做 显然是对习近平李克强管制权威的打击 令外界看到中共高层权斗 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结束而落幕 其实更清晰了 今天就是习近平与江家帮的直接的对垒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所以文章的最后它是这么讲 说到底 习近平目前想改变中共官场风气 已经是举步维艰 那唯有改变中共本身的政治体制 政治结构 习近平想重述亲民的形象 如果只为了争取民意 而启动制度的改变的话 有有希望 有有可为 如果不能走向权力监督的制度的建立 不能让公众 传媒 网络的监督权力得到保障 所谓转变作风 很快就会如同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一样 沦为中共决议的空洞文字 甚至沦为权斗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空洞的文字都谈不上 今天的权斗已经非常的显张 无法避免 所以当习近平这么 刚刚拿出一个八条一个十条的时候 那作为江家帮在第一时间就坏他的规矩 而且拉上他现任的这个官员 去这么坏规矩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排派对 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我是习近平 可能我就考虑当初怎么干掉四人帮的做法 他没办法 我跟您说没办法 而习近平想有所作为的话 你想在党的体框架之下有所作为的话 人说没门跳窗户 连窗户都没有 昨天一期节目我们提到 来自沈阳马三家的一封被劳教者的求助信的一年之后 被美国人发现 这件事情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 那就在第一时间 美国之音做了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时是这么讲的 美国将调查 据信来自于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被劳教人员的求救信 那内容我们已经介绍过 他提到一点说 有些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有怀疑的 认为他太大胆了 以至于都不太可能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 想起高之胜律师 那高之胜律师呢 他在接触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呢 他也对法轮功不太了解 他也认为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呢 听起来有点太太 就说最一开始觉得不太可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他的深入 他发觉那是真的 再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自身遭受的迫害 黑夜黑头套 这个黑绑架 描绘着他自己被迫害的故事 他亲身的故事 而当他有机会出来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又告诉了美联社的记者 你信吗 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就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勇气 去舍尽自己想去做什么 活摘器官你信吗 你不是到今年才信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 很多人在这个利益当中 在这个体制当中 他的懦弱 加成他获得的利益 他不愿意面对现实 这是悲哀 但是有多少时间等着你啊 这是我想说的 我一直说 那真正的灾害来的时候 那迫害 那就是善恶有报报应来的时候 你谁对共产党有怜悯之心 没准你就吃瓜老 这就是我的看法 文章提到说 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 打电话给了这个马三家的劳教所 但是呢 接电话的这个一个人证实 这个地方确实是 马三家二所八大队 但是他不愿意发表任何评论 那当他打电话 当记者打电话给这个政委办公室 就是劳教所的政委办公室时 接电话的人也不愿意去描述 也不愿说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场面 但是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从美国之音报道出来 就证明美国政府本身呢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他必须启动相关的调查机构 那紧接着他评价说 劳教制度是逐渐成为地方政府 打压不同信仰者 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 被强拆 被强征土地过程中 维护自己利益的 以及打压那些上访人士的便利工具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